各位同学大家好 哲学初阶第五课 自由意志 我们谈一下自由意志 各位有没有说过这样的话 我本来可以选择苹果的 但是最后呢 我选择了桃子 我本来能够选择一样的 但是后来我选择了另外一样 这句话表示什么呢 表示在我做出这个选择决定之前 我是自由的 没有什么事先规定好 我必须做这样的选择 这个结果是开放性的 你可以选择桃子 也可以选择苹果 但是我做了这样的选择 这表示人有自由意志 但是有另外一些人主张 他是这么认为的 他认为每一个人做出的选择 表面上看起来是自由自在的 我爱做出这样的选择 就做出这样的选择 其实背后呢 是有各样的因素影响他 导致他不可避免的做出这样的选择 各样的知识 欲望 思想 环境 遗传因子 各种的因素混在一起 导致他不可避免的做出了这样的选择 那这种叫决定论 那决定论是不是真的呢 比如说 你说我喜欢这个总统 所以我就选了他 有些人说我喜欢那个人当总统 我就选择了他 但如果根据决定论的说法 不是你的选择 其实是各种因素条件 影响了你 最后呢 导致你做出了这样的选择 所以你的选择是不可避免的 你必定会做出这样的选择 如果决定论是真实的话 那请问 我说我本来能够做那样的选择 我却做了这样的选择 那这句话就是没有意义的 如果决定论是真实的 我就感觉我自己活得好像一个傀儡 我就好像掉进了陷阱里面 我也不能够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因为我是不可避免的做出选择嘛 那我还需要为我的行为负责吗 如果决定论是真实的 那有个人到了我家 偷了我家一样东西 我也不能责备他 为什么呢 因为各样的因素条件 导致他必须做出偷的选择 那我责备他有意义吗 没有意义 那社会的惩罚也就没有意义 最后呢 这个问题变得非常严重 社会的法律也荡然无存 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所以相信决定论会引起很严重的问题 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思考 如果没有预先决定 没有决定论 那我为什么又能做出这样的决定呢 这个问题好像也很难理解 所以你看哲学是不是很有意义 把这些自由意志最基本的问题 我们进行一番的剖析思考 我们会发现我们对生活 对自己认识就更加深刻了 所以哲学是关于世界观的 让我们对这个世界 对自己有更深刻的认识 好 这一刻我们就上到这里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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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